南英它是属于福建文化的一部分 它可以陶冶情操 也可以凝聚社会 和谐人际关系的功用 我是香蕴音乐社的艺术总监林少林 香蕴音乐社成立于1941年 是一个弘扬南英文化的艺术团体 单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南英是很有价值很宝贵的 为了要把南英推广给更多的观众层 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在南英的基础上 我们就融合了印度的塔布拉古 也有请马来同胞来弹奏古增 来跟我们做一个新的一种尝试 在策划演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结合当代音乐 当代的编曲手法 所以我们让南英来到了新加坡之后 变成了是一种比较多元的 比较有本土特色的一种南英艺术形态 传播南英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南英文化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就开始物色一些年轻的学员 当我第一次介绍到这里 当然我并不太在意义 有些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关系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 除了音乐的气氛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历史和文化的价值 这些都是南英里面很重要很宝贵的文化财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